损帽结构 我们引以为号的文化瑰宝 不用一钉一毛就能让建筑物屹立牵连不到 尽管大飞机上的发动机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 但我们的损帽结构却在其中举足轻重 诶 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飞机发动机里面的损帽结构 航天发动机比如我们常见的沃轮风扇发动机 常常被比喻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民族 其输出功率十分惊人 小小的一台只有几吨重 却可以推动几十上百吨重的科技 以接近音速来飞行 所以想都不用想 其内部结构一定十分复杂而精密 每一个零件之间的连接 也肯定都是严丝合缝固定紧密的 但你有没有在登机 经过它的发动机是意外听到过 从里面传出来的哒哒哒哒的 有点像是金属碰撞的声音 就像是这段视频里面的一样 奇怪了 这声音从何而来 难道是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松动了吗 没错 就是它松动了 但是也别怕 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 作为发动机里面的成立部件 这些风扇的叶片却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 牢牢的固定在发动机上面的 而是通过笋头卡在风扇盘的笋槽里面的 最妙的是 它卡的也不紧 笋头和笋槽之间留有间隙 所以当风扇慢慢转动起来时 在重力的作用下 每片叶片在接近12点钟位置时 都会向轴型方向滑过去 等快要转到6点钟位置时 又朝与轴型相反的方向滑了出去 于是风扇叶片就在这样滑来滑去的过程当中 它们之间的突台就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滑出了如此这般清脆 或许还有一些圣人的哒哒声了 这看起来还不如我电脑机箱里面的散热风扇来得牢靠 居然可以把我们带上云霄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好了 该到问为什么的环节了 先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猜猜看为什么航空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 要这样松垮垮的装在一起呢 5 4 3 2 1 好 下面就看看你猜的是否正确了 首先连接起风扇叶和风扇盘的笋帽结构 叫做虫树型笋帽 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是很像一颗虫树 即冷山树的外观 呈现出一个有齿的V型 笋头和笋槽之间有着明显的空隙 可以方便笋头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滑动 当发动机开始工作之后呢 随着转速增加离心力也开始增加 于是就将每一片风扇叶片往外拉 也使它们的笋头在各自的笋槽里面往外移动 那么每一片叶片的笋头往外移动的量都是一致的吗 不一定啊 由于在一个盘面上 每一片风扇叶片的对面都有另一片与之相对的叶片来平衡离心力 让我们想象一下 假如左边这片叶片A上面对一个小室杖刮了一下 稍微损失了一点点的质量 而与它对称的右边的叶片B则相当完美 这个时候如果风扇快速旋转起来两边的离心力会一致吗 不会 完美叶片B收到的离心力显然会比伤残叶片A收到的离心力更大一些 于是这样并不平衡的力就会把分散盘面的重心拉离了它的中心 也就是拉离了旋转轴的位置 这时振动就开始产生了 而机械结构都怕振动 振着振着就把自己给振闪架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工程师就设计出了这个神奇的重塑形笋毛 A不是受伤变轻了吗 于是在转起来之后就多在笋槽里面 往外滑动一些 而B则会自动少往外滑动一些 这样的话两边的离心力又再次回到了平衡点上 震动也因此而减小了 所以航空发动机的风扇叶片之所以要装的怂怂滑滑的 主要就是为了减少震动 你猜对了吗 这个我们的直觉是不是有点冲突啊 我们觉得非要夹得紧紧的才不会左摇右晃 谁知道反而是放松一些 才能真正视线又紧又稳 所以工程师的工作常常都是反直觉的 你有在生活当中发现什么反直觉 但是却更好用的设计吗 一定要分享出来哦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